Toni 是一位摄影系的学生 他正以时速126英里的速度降落 这是他第一次体验自由落体摄影 他在录影的同时也在拍摄绝妙的相片 Toni 在全程只用了 一只手机 HTC One Tony Mack热力推荐 哈喽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转动梦想年轻人不一样 哇真的非常上次上次阿如来到我们当中 这个曾经是帮派当中的大哥 也曾经是贩毒的 他有自己的贩毒网络的人 但是他的生命完全的被改变 他借了毒 他也不在他金盆洗手不在做这些事情 而且现在才有一个帮助年轻人的志工 也回到大学里面去读书 他生命当中有这么多的改变 他上次真的很活灵活现的 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子 我们这些人我们只能够从报章杂志 或者是来了解关于毒品的事情 可是他也很亲身的跟我们聊了很多 在毒品当中的故事 还有他的可怕 他是用很轻松的方法跟我们分享 今天我真的很好奇一件事情就是说 因为阿如除了毒品之外 有一件事情我们很好奇的 因为很多年轻人他们是觉得说 帮派是很帅的一件事情 那阿如你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些 关于帮派的故事 我觉得帮派里面对我来讲 就是你知道一开始 我有个很错误的观念 就是 我今天没有家了 没有关系 我没有爸爸妈妈疼没有关系 对 我有这群 所谓的意气相挺的朋友 对 那时候会有这样的幻想 然后会觉得说 我们可以从电视上面 我们可以觉得说 我可以看到说 哇 好帅哦 你开车出去 你一旦下车有人帮你开车 你走出去有人帮你提包包 你走到哪里 有人一队一排的人跟你敬礼 对 我觉得说 很小 很从小的时候 我们就对一个电影 会有一个所谓的一个幻想 对不对 那小时候不懂的时候 就会慢慢吸取 就会有很多的电影 但是我知道电影拍这样的话 它是为了效果 为了好看 那也并不是说 真的想要传递说 给我们这样的负面的一种影响 对那只是说 很多孩子 就会把它误解成说 哇 我以后也要成为这样子的人 对 所以他进帮派的时候 就会有这样的同情跟幻想 对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 那个VANGA那种片子是真的吗 就是说 像这些帮派的电影 真的这么有意气 真的兄弟之情这么深厚吗 我跟你讲 我VANGA的片 我可以说他拍 他拍得蛮不错的 可是有一点 我自己是觉得蛮瞎的 说你不可能五六百 四五百个人 三四百个人 在路上乱打架的 但是我觉得说 有点夸张还是怎么样 当然 我不能说去否决 他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画面出来 电影的画面出来 我不能去否认 因为 这可能真的是 三四十 我还没出生的时候 可能是真的是这样 可是现在是不太可能 现在是 现在十几个人 出去打架就很了不起 因为你跑 你一定要赶快跑嘛 现在摄影机又多 警察又多 那警察现在 还男生 男生 男生那么多了 女生又来 来抽一下这样子 那越来越多 我觉得说现在的政府 他们也就是一直在反黑 所以我觉得说 去加帮派 我很鼓励说 很多的孩子 他们有可以很很很棒的团体 有可以参加很多的一些 可能说 搞音乐啊 还是说 去参加很多的社团 可是我不认为说 今天大家一群人在一起 好像就可以去欺压别人 嗯 那这个帮派 我就觉得说 好像就是 讲句难听 我曾经有一个哥哥就跟我讲 他说 我问他说 为什么不加入一个公司呢 所谓的公司就是帮派 我们的黑道里面的一个术语 就是公司这样 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 他讲说 他们只是占的人多 真的会打的有几个 嗯 这句话点醒了我 我就 从那时候开始 我的会里面就不会有那种 没有不会打的人 对 那可是我就觉得说 我慢慢觉得说 我越来越 我做了越来越久之后 我慢慢发现 好不真实 嗯 而且 我我今天我就算欺负了你 我今天欺负了别人 那又怎么样 我得到什么 我我我回想起来 我只会觉得一生的罪恶感 嗯 对那 帮派呢 帮派我觉得说 他只是一个说 可以让你好像觉得说 哇你有很多资源可以用 可是其实我觉得说 讲白了一点 那个资源就是酒店毒品 还是什么 还是一些 非法的黄牛票啊 还是说叫你去卖 卖一些什么光碟啊 老板光碟 但我觉得说 现在的八大行业 现在所谓的他们简称八大行业 已经没有像以前的这么的好赚 嗯 对那 还是说带酒店小姐这种事情 嗯 对当然 有些人做得很成功 那也当然是有很多人的那种 落幕 就像直笑一样 嗯 对那 所以你讲了一个重点 就是说 第一个 他不像表面所想的光鲜亮丽 不像想的 然后里面你要中 我我我我我 我一直要告诉孩子 一山有一山高 一山又比一山高 嗯 今天我就算再厉害 我就算再屌 我都抵不过一把枪 嗯 今天有个开中的 有个帮角头老大 也是被一个十八岁的人打死啊 一枪就把他逼命了 嗯 对不对 那就算是老大 就算是老大 就算有很多的保镖围在你旁边 都一样 可是百密一输 对 你都还是会面对生命的危险 对对 就像 对不对 鸡蛋你 鸡蛋一定会有漏风的 嗯 对一定有这样 所以我觉得说 不要去 不要去有种好像一种 童景跟幻想 嗯 你有梦想 有勇气去朝阳的梦想是很棒 嗯 可是 我觉得说要用对点 嗯 对就是说 嗯 这个帮派 我今天加入一个团体 我要今天了解说 这个团体的好与坏 我们要去分析嘛 那 像我以前傻傻的我不懂 我就觉得说 因为我的呃 因为我 因为我的功课不好 其实在某种层面 虽然我家里很偶爱 对我爱很多 可是 我哥哥就是一直 成绩都比我好 对 其实我一直很嫉妒 我当然也很想 我想像我哥哥一样 被大家都称为天才 而并不是智障 嗯 很多人 你知道曾经国中的时候 也有很多老师 他想说 哦你哥哥是李彦贤哦 嗯 啊你怎么那么笨 你哥哥现在在读台大的研究所 对 然后 然后 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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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是 我最难 我就 当然我表面 我一定是要笑笑 哈哈哈哈 我就不会念啊 对 那 可是其实我心里是非常难过的 所以从小我就学会了 就是我 其实我后面我慢慢学会了一点 就是 就算我今天再讨厌你 嗯 我都能够 假装的很自然 很喜欢的这样子 那 后来我就 这个帮派我就是 进去的时候 我觉得 因为我得不到 因为我跟我哥哥的 能力悬殊太大 你想要在帮派中 证明自己的能力吗 第一个是战兵自己的能力 第二个是因为 我们大家的能力 都是一样的 大家都是不会念书的 大家的背景 可以说是 雷同的 嗯 所以我不会有那种 所谓的 我今天比你逊 那种感觉 我会觉得我自己比你屌 对 然后 而且越糟就越屌 对 在他们那种观念里面 所以 呃 孩子们可能说 他们 是一个负面的环境 对 你会 而且我觉得在帮派里面 待久了 你会有一种 所谓的 你什么事情都往负面的去想 对 因为你会打最坏的打算 虽然我觉得说 做事情可能说 你要有坏的打算 可是 你不能一直说 一直往坏的地方去想 人会变得很负面 对 我觉得我就说 有时候正面去想 是很健康的事情 诶 你现在讲这个事情 倒是对我 我有一个很好的提醒 我觉得年轻人来说 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我们以为 加入帮派是 很酷 很炫 可是其实是一群 受挫折的人 住在一起 对 是一群 他们觉得在社会上面 他们在学校里面没有得到肯定 或者家里面得到 没有肯定 所以聚在一起 我们应该 人都会想要往 高处爬 可是我们应该 我如果我们去加入一个 大家都觉得自己很糟糕 然后都是在 彼此的身上取暖 觉得说 我在这边 不会觉得被比下去 我在这边 好像没有罪恶感 其实我突然这样一想的话 就觉得好像一点都不酷 一点都不帅 对 这就好像同流合污 你懂吗 大家都在这件事情上 大家都挫折 都好像没办法把书读好 或者说 跟爸爸妈妈处不好 跟哥哥处不好 所以我们就跟着 大家都聚在一起 对 然后就大家就说 哇 我们好像兄弟哦 然后就成兄道义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说 这根本就 然后真的遇到事情的时候 真的出来的有几个人 其实大家都怕死了 大家都怕死啊 没有什么 没有像电影演那么义气 然后什么你出来 我出来被他砍啊 我替你死这样子 对 我替你死没有这样子 是impossible的事情 impossible impossible的事情 不可能 不可能的 对 今天 我跟你讲 有黑锅 大家跑得远远的啦 对 那当然 还是一个利益的集合 还是利益的集合 除非这个 除非这个人觉得说 哇 你很有潜力 我这次帮你 我可能看得到未来 我看得到未来 你可以帮我 嗯 其实是一个利益的交换 对 就是我现在 过去 我不能否认是 很早很早以前 在我爸爸 还是我爸爸 五十几年次的人 是 那种以前的时候 他们可能是 真的有仪器这种东西 可是随着时代的进步 社会的逼迫 大家不得不得越越现实 所以现在帮派 我觉得说 完全是一个 以一个利益的方式来形容 其实里面都很现实 然后 大家也都在做利益的交换 当然 当然 所以 其实你在里面 真的你想要得到 被 好像说真的 好像意气 像你在电影那样 你一定会失望 你一定会失望的 会觉得说 哇 大家都不真实 然后 然后今天 今天你要是 哇 你 有些人还会 甚至会落井下石的 也会 陷害你 陷害啊 还是说 今天你做错一件事情之后 哇 他表面跟你讲说 你不要难过啊 你不要怎样 我们大家都支持你 然后背后跑去 跟老大说 我跟你讲 他真的很过分 然后怎么样 怎么样 对 然后 你就觉得 这是哪门的意气 所谓的意气 我电影里面的意气 在哪里 我就觉得说 没有 然后我就 然后慢慢的 我就开始对这个帮派 慢慢的越来越失望 慢慢这个环境 我也越失望 而且你还讲到一点 我觉得也很特别 就是说 你说进去会变得 想得越来越负面 我觉得这个 很奇妙 因为我们 年纪轻轻的 应该要想要想要阳光 要积极 然后 应该 好像我们应该有雄心壮志 要做一些 一番大 伟大的事情 可是进去之后 你就会开始变得 人的想法 越来越消极 负面 对 越变得越来越退缩 那这就好比说 你看 老大会告诉你说 你做事情 要小心 谨慎 小心 谨慎 就这两个 就这四个字 小心谨慎 然后 不要被抓到 对 不要被抓到 然后 你在开个车的时候 OK 这个人只是 后面那台车 只是跟你开同条路而已 你就开始想了 他是警察吗 他是便衣吗 还是他是要黑吃黑 那你就会这样想 然后你就会 OK 再多绕几边路 这样多绕到别一条路去 那好死不死 他又跟你走条路的话 你就停车了 你就会下车 可能说 呛他 还是骂他 还是做一些可能说 施暴的行为 因为你开始一生一归 对 你开始一生一归 然后甚至有些人 真心想要关心你的 你也会没办法 没办法去 没办法去 可能说接受 对 那就像说 好比我那时候 一开始我退出来的时候 我记得说有一个 我进到 我进到一个教会 其实我一开始的提防心 是很重的 可是我发现 就是退出帮派之后加入了 对 然后我发现到时候 呃 我很好运的是 遇到一个60岁的妈妈 一个60岁的一个妈妈级的这样子 嗯 那60岁的妈妈是能有多心机的 我就觉得说 呃 对我对他的提防心 当然会比较少一点 对 那我是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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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个里面 可能就是我那么一个 就好运 这样遇到一个妈妈 那你要是说 很有爱心的一个妈妈 对你要是说 哇你会黑道也混不好 那你就这样子退出来了 嗯 那我就会觉得他们说 假如你这样退出来了 那你的方向在哪里 嗯 因为你没有办法接受 你一个月 你拼死拼活 你只赚三万块 嗯 因为在里面可能一个礼拜 就可以三万块 嗯 对 你可能 或甚至更屌一点的人 一个小时就有三万块 对 所以你没有办法接受 这样的一个 我每天要占十个小时 或二十个 十二个小时 十至十二个小时 然后你一个 一个月只能领三万块 两万八 甚至有些人更少 可是 可是阿如 你讲这个问题哦 就是说 嗯 你在黑道里面赚钱来这么快 那真的会变得富有吗 还是说这些钱来得快 是可以 去得快 也去得快 因为你通常说 OK我今天可以赚那么多 那代表说 我的人脉也广 嗯 我的 拔暖 他们所谓的拔暖 就是应酬 拔暖也多 然后 就是 我也要扩 在里面就是要扩 要面子 要什么东西 什么都要有 然后 表一只可能带个三四十万 嗯 车开一台可能三四百万 嗯 嗯 那 就算你没有那个钱 也去把它贷款贷出来 打中脸充胖子 打中脸充胖子 然后你又要就是 哇 哇这一堂我请 酒店一堂十几万 二十几万的 一天这样下来 也是 不得了 不得了 然后 看起来每个礼拜赚三万很多 可是酒店一 一厂就花掉十几万 对 然后还借钱 再来 再来请客 对 可是你一个 我们可能说 哇 一天 我们一天可能 赚五万块好了 五三十五 你一个月 一个月可能赚一百五十万 可是你 你公关费 还是你打脸充胖子的费用 可能就已经超乎 你可能要负债五十万 你知道吗 所以常常很多人说 哇 就是很多大哥 据我所知 他虽然是原本是 酒店的股东 结果喝到变成负债的 都有 对 喝到把股份卖掉的 然后还欠酒店 一堆钱的 都有 就是说你在这个当中 其实也学会了很多 沾染很多恶习 譬如说包括吸毒 对 有些人吸毒吧 的钱都吸掉了 或者说赌博 对 或者喝酒 或者是什么样 就慢慢的这些钱都跑了 就是这些不义之财来得快 去得更快 对 甚至是说 甚至变得更穷的都有 对 甚至变得更穷的 然后甚至没有饭吃的 还是甚至 哇 真的是 所以你看过很多 这个穷途潦倒的 我看过很多那种 原本年轻很风光 然后 到头来 确实在卖槟榔 嗯 没有钱 卖槟榔 嗯 然后 我就会觉得 因为他没有一技之长 那 他也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 那也到一个年纪了 然后 可能是快四十岁了 什么公司请你啊 公司请你要干嘛 所以他只能卖槟榔 那我就会觉得有一种感慨 我也是从这家大哥的一些身上里面去看到说 哇 我未来同景吗 嗯 然后我就会开始越来越负面 我想说 我现在虽然很风光 是因为我年轻 大家还 还还还 我还年轻 所以很多 很多事情都会找我做 我可以赚得到钱 是 那今天我四十岁呢 我还要在酒店里面带小姐吗 还是要在那边贩毒吗 嗯 还是要干什么 还是要帮人家 讨债 那我觉得说 我老人你知道吗 那我就觉得说 哇完蛋了 我还在过这种刀口上舔血的生活 对 然后 打脸充胖子的这种生活 我偏担心受怕 对 因为你在这条路上越久 你结的梁子就越多 对 所以其实你到最后 每天都在活在恐惧当中 然后我就会 防范自己 对 那我 就你知道 我 我就年回家 我要进家门 我都会 看个两 就是 在我楼下先看个五六分钟 或十几分钟都有 因为 不知道有没有谁会跟随我 还是有没有跟踪我 那 我变成是一个很没有安全感 很 教育的人 嗯 那 我睡眠品质也都不好 那 我是 我会有一个种 所谓的 你在现在的 现在的社会的人 他们的手机可能离开身子 会很 会比较紧张一点 会觉得说 哇 我 我手机忘记带了 我 我要 就是 可能说 我要早点回家 还是说 我要怎么样怎么样 我没有手机不行 而且我要一陪电 我会整个就是 抓公 会整个就是 天啊 我的手机 我会整个就是没有办法去控制我自己的脾气 因为我对手机 因为我太敏感 而且我要漏接 我完全不敢漏接电话的 所以手机 我一直都是拿在手上的 嗯 我要放在口袋 我漏接怎么样 我真的会觉得很 呃 第一个是 因为我觉得说 人家打来就是有事情 是 那 那 少接一通电话 我就少赚一笔 对 然后 因为我对钱是个非常敏感 然后我很执着在每一块钱 对 你今天要叫我请你吃东西都OK 可是你今天要跟我 欸阿鲁 我会借跟你借个钱 嗯 免谈 嗯 你要叫我请你吃饭 没有问题 你要叫我请你喝酒 没有问题 阿鲁 我可不可以借个钱 免谈 不管我们交情再好 都一样 是 对 所以我对 我那时候对钱是非常执着的 是 嗯 哇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说 像现在 我不晓得这样想 对不对 就是说 当我们看到那个帮派 其实那个大哥 你刚才已经告诉我们 说 其实那个大哥 有些时候很多都玩警 很凄凉 然后 而且 其实这个过程中 他自己也活在 那个担心恐惧的里面 而且其实 在帮派里面 其实反而很难 交到真心的朋友 因为 嗯 大家可能都勾心斗角 权力的斗争 利益的交换 但是 我就在想一件事情 更重要一个事情 是很多年轻的孩子 他嫁到帮派之前 他去想一个事情 就像我们看到那个赌片 不是每个人都赌胜赌侠 对 大部分都是赌到很惨 那所以 在帮派里面 你就算就算 十万个人里面 有一个人当上大哥 就算大部分的人 都当小弟 在里面都是被使唤 就年我已经 我加入 我加入帮派 已经将近七八年的时间 就是这样 我才出来 这样子 是 我做了那么久 我跟你讲 一山有一山高 你一定上面都是有老大的 是 就年有可能帮主 他不可能一出生 就是帮主嘛 不可能一进去 就是帮主嘛 他一定还是有 很多的前辈 或许那些人 可能都已经去世 还是怎么样 是是是 可是 这是一种 就是 今天他 就算他的前辈 他的前辈去世好了 他的前辈 难道都没有朋友吗 你也是要给他朋友三分面 是 所以 一山都有一山高 所以其实你在 在帮里面 其实已经做到会长 可是其实还是 还是在里面 我还是一个 就是 在任何这些大佬面前 对 我还是一个 卑微 还是一个 所以说 我觉得 既然我听完之后 我真的感觉到 我奉劝年轻人 我觉得当医生还是当律师 可能比较容易一点 对 所以我觉得你好好去读书 你不用 你好好去读书 你如果当一个高的公务员 当一个工程师 甚至创办一个企业 你是很自由 很快乐的 而且我觉得那个年轻 那个生活是反而是像 稻吃甘蔗 越来越 到四五十岁的时候 你觉得你人生海阔天空 你人生当中很有成就 这个心平气和 快快乐乐的 享受你的家庭生活 等待退休 退休 可是相反的 你走到帮派的路 根本不像外表看起来 一个光鲜亮丽 而且很恐怖 而且就算你坐到上面 好像你讲的 一山有一山高 还是有人在压着你 所以我觉得 倒不如 我觉得反而我们这样 平常的生活 反而当然是幸福美满的 对 然后你知道 我在里面 我当然不能否认说 我在里面也 就是我的能力 我确实是有提升 可是 就是好比说 我今天 我觉得每个人 在里面讲话 你真的要考虑到一个 后果 还有一个就是 你讲出这种话 是不是OK 对 因为当人家 发号一个讯息给你的时候 发号一句话 所以我们 就是一句话给你的时候 它里面是生长了 三个含义 那你就要去解读 可是你又不能让他知道 你在思考 你在当下那个 那个半拍 你就马上先回他一个话 是 对 然后你就马上 一直思考 然后我觉得就好累哦 我为什么不能真心跟你讲 对 那人家可能说 可能说 人家昨天约你去哪里 那你就不想去嘛 对不对 那你就可能说 我今天 不舒服 是 他来我还要装作 不舒服的样子 然后 他会说 你怎么去看医生呢 他这句话不是关心你 他这句话在套你的话 他不相信你去看 他不相信你生病 那 对 每个人都是心机又心机又心机 如果给你一个选择的机会 你会加入帮派吗 如果你可以重来一次 其实这个问题 我一直有问过我自己 那 其实我真的 我觉得我不会 因为我觉得说 呃 我觉得在给我一次机会 其实我一直问过我自己 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今天很想像我哥哥一样 就是我一直很强调这一点 我很想像我哥哥一样可以 就是一直这样好好的念上去 那 其实我一直做不到 然后 我也很努力去 想要去试试 不一定每个人都要读台大研究是吗 可是 可是 就是说 呃 因为其实我很爱面子 然后 后来 我就 就想要说 其实我一直想到我爸爸妈妈跟我讲过一句话 就算今天书念不好 你只要做个好公民 就好了 然后我就想要说 要是我 可能说 我现在在外面上班嘛 我一个月就暑假打工 我一个月也有三万多 三万多 四万多 五万多 这样 就是底薪三万九 然后再加上一些东西 还行快五万这样子 嗯 然后我就 我就会觉得说 其实我这样子 我月修六天 嗯 我奢侈一点好不好 我每一个放假 我都花了四千块 嗯 对不对 四六二十四嘛 两万四 那我还有那么多钱 我可以存下来啊 我可以做一个好公民啊 这样 你已经蛮奢侈了这样 对 我说我说 奢侈一点的话 那我就觉得说 要是给我一次机会 我会好好的就是来 做 做我觉得说 更有意义的事情 因为我觉得我把这九年 其实 虽然我得到很多人 看起来是说 哇 你好棒啊 你可以有这样的经历 你 怎么年轻又当上了会长 那你又有这么多的那个 你能一般二十几岁得不到的东西 可是我觉得说 这好虚假 嗯 而其实我听得懂你的意思 我觉得你 你想要告诉 大家说 其实简简单单的生活 也是一种很大的快乐 对 就是说 如果你 凭着自己的努力 去工作 去赚钱 然后 你自己的享受也心安理得 而且说真的 一个人又能够花到哪里去呢 就这样 如果你 你反而 像你现在 你改变的时候 你也不吸毒 你也不抽烟 你也不喝酒 你 你 你其实花不了什么 很多的钱 对 怎么样 去吃吃饭啊 跟朋友吃吃饭 就很快乐 我们 其实我先 对 休息一下 我们 等会我们再回来 听听阿如的故事 OK 谢谢 谢谢